万万没想到 刚出生小屁孩就会魔法 威力足以毁天灭地 然而男主上辈子却是一个废柴魔法师 既无纯正魔法血统 又碌碌无奇的他简直就是弱鸡 还没有开局就领了盒饭 不曾想命运的转盘开始转动 波天的富贵终于降临到他身上 等他再次睁开眼神 并入眼帘的是一堆女仆围在他身边 还是婴儿的男主以为遇到了女巨人 于是下意识地就释放了火球术 结果就发生了开场的一幕 直接把城堡轰出一个大窟 然而更令女仆们吃惊的是 男主不仅刚出生就能听懂人话 还能读懂深奥晦涩的魔法术 因为天赋实在是太易于常人 以至于被怀疑是魔法鼻祖威廉波尔多的转世 讨厌母乳的样子更是绅士贵族的点算 作为王国的第七王子 他对财富地位名誉毫无兴趣 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到图书馆中探究学习魔法 研究魔法的真谛 不过作为王国的七王子 必须要文武全才 负责剑术的西路法老师已经指导了男主三年 在这三年中 男主剑术提升得非常快 然而男主对剑术毫无兴趣 他是想早早解决战斗去学习魔法 但如果表现太差 或许会被西尔法加倍关爱 到时候得不偿失 所以必须要稍微开点外挂才可以 男主使用魔法化身西路法 就犹如跟镜子中的自己战斗一般 虽然剑术上拉平了 可终究不是一个重量级了 单凭这点无法战胜对方 于是他又用外挂技能填补自身部 双方打得难分难解 为了尽快回去学习魔法 男主突然改变招式 用更高阶的魔法来填平之间的差距 用生命成长的魔法让木剑变长 用身体强化魔法可以增加力量 用浮游魔法可以使身体更加灵活 再趁机稍微用力将西路法击倒 本以为终于能结束训练时 可西江还是老的辣 西路法一眼便看出他耍赖违规使用魔法 紧接着反手把男主击退竖杖眼 紧用一招就破了男主设计的圈套 晚上男主和女仆们沐浴时 得知王宫地下封印了 异能撼动国家的魔法禁书 这一下就吸引了痴迷于魔法异能的男主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偷偷用了封信魔法引盾者 溜进了王宫地下仓库 在用魔法打开大门上的封印后 男主也被这书库里的储存量给震惊了 接着再快速预览了一下所有书的准备 之后男主挑了一本最感兴趣书籍 准备开始阅读 就在这时 地上的一本书突然飞了起来 紧接着 一个魔人就从书中钻了出来 还变出了大把的金币 想要以此诱惑男主帮他解开封印 但男主对钱根本就不感兴趣 更何况男主一眼就知道这是假的 毕竟这生成魔法的水准实在太过拙劣 见状魔人也只好开出另一个条件 如果男主帮他解开封印 他就交给男主几百年前就已经失传的古代魔法 一听是古代魔法 男主露出眼禅心禅的激动 立马就施法给魔人解开封印 而魔人也并没有实验 于是当场就施展黑闪炮魔法 看似是教男主学习古代魔法 实则是准备用这一招干掉男主 然而男主竟然毫发无损出现在他面前 魔人大为震惊 活了几百年第一次被一个小屁孩无视自己 魔人彻底怒了 随后直接将脑袋一分为二 用两个脑袋同时吟唱起了咒语 展出了自己的最强魔法 这套魔法对男主来说还是比较新颖的 这招是将两组术式交织成为一种魔法发动出来 严格意义上将就是黑闪炮的进阶板 男主感觉又学到新的东西 然后透露出卡兹兰大眼睛看着魔人 魔人感觉惹不起 准备溜之大吉 想不到周围有结界阻碍他跑路 原来男主为了以防万一 布置了多重结界 这时也想看看魔人的防御魔法 一招烈焰魔法扔了过去 直接把魔人给震晕了 想不到这招威力比螺旋黑闪炮的威力还要恐怖如斯 接着男主又一招偷天换人 使用复原魔法将疏库给恢复原状 之后魔人也彻底被男主的魔法给折服 表示自己愿意终身追随男主 不曾想知是魔人以推为尽找机会复仇的小心思 如何巧妙地掩饰自己的真正实力 男主轻轻地制出一个小火球 紧接着打了一个鸟 火球随即灵巧地拐着弯弯擦过镖板 旁观的大臣们对这个平平无奇的表演失之以弊 却不知道这背后隐藏着高深的魔法技巧 唯一察觉到其中奥妙的 是男主的哥哥 作为王室的一员 他深知弟弟拥有非凡的魔法才能 但即便如此 他也没能完全看透弟弟的真正实力 但这个哥哥怎么也想不到 他仅仅只是看穿了男主的冰山一角 当众人离去 练习场上只剩下男主一人时 他激动地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平日里在宫殿里施展魔法的机会寥寥无几 如今有了魔宠相伴 他的目光锁定在一项魔人特有的技能上 二重勇唱 魔宠古丽莫觉得 就算男主在天才 身为人类的他也不可能找人 这种需要两个嘴巴才能施展的技巧 然而男主早有准备 他巧妙地将古丽莫吸入自己的手掌中 只要他们同时勇唱魔法 二重勇唱便不再是梦想 古丽莫原本以为这只不过是小儿科 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 男主体内仿佛藏着一个勇唱术式的宝 让古丽莫完全摸不着头脑 甚至吐血不止 原来男主掌握了一种名为骤文术的高级技巧 能够极大的缩短勇唱时间 他竟然将一百个勇唱节奏压缩成了一个 这让古丽莫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见古丽莫已经被自己的技巧搞得晕头转向 男主决定再使出一招 他的嘴巴突然开始複蜇 竟然成功地控制了古丽莫的嘴巴 迫使他发出声音 这样一来 男主就能够独自完成两种魔法的勇唱 新章者来威力的高纬 这个是二重炎症 避免无法避免 我没有避免 我没有避免 同时大臣们还在对男主的实力不屑意味 不理解为什么要拉拢一个被视为废物的七王子 直到有一天 当他们走到窗前 目睹了一幕令人震惊的景象 一股神奇的力量在天空中盘旋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两天后这个神秘现象成了新闻头条 但没人知道这其实是男主的杰作 这时男主偶然翻看报纸的背面 发现了一则关于冒险者成功攻略高难度地下城的报道 他们不仅带回了金银财宝 还有各种魔力道具 这引起了男主的兴趣 他决定亲自去地下城探险 看看自己是否也能找到一些神奇的魔法道具 然而鼓励莫提醒他 如果有人发现他不见了 整个王宫都会陷入混乱 但男主早有准备 他从怀中掏出一颗巷石 轻轻一吹 石头竟然逐渐变成了他的米养 这是一种竖系魔法目提神 虽然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但足以骗过大部分人 不过最棘手的是管家西路法 他连男主长高7毫米都能发现 肯定会发现只会傻呼呼跳舞的目提神 但男主有更妙的技术 他竟然将鼓励莫的灵魂放进了目提神的身体 鼓励莫对此感到十分差异 自己的灵魂竟然被囚禁在一个提神里 而自己的肉体却被分割进了男主的手掌 这种手段让他不得不佩服这个小鬼的能力 虽然一时间他想到了趁机捣乱的念头 但很快就被男主的话打消了 男主表示很高兴能收他为魔宠 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让孤独了几百年的鼓励莫不禁感动流下了眼泪 很快男主在地下城的探险中 遇到了一位拥有一头粉色秀发的美少女冒险家 他似乎陷入了一场女伴兽人的激战 但他看起来丝毫不慌乱 一次深呼吸 一次猛烈的回身踢 竟直接将一群伴兽人击飞 原来这个异国的女孩是一位掌握 通过呼吸来增强力量的秘技的武术家 她的眼睛锐利 竟然一眼就发现了远处悬山顶上的男主 男主本想悄悄离开 毕竟他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地下城的信息 但鼓励莫提醒他 如果就这样走出去 他作为杀戮王国第七王子的身份就会报 女孩见男主没有回应 便默认他是敌人 这时男主灵机一动 利用魔人的二重银唱法 将自己和哥哥的样貌融合在一起 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形象 作为一名长期在寺院的修行员 他过去并没有太多异性缘分 遇到男主仿佛让他看到了春天的到来 他立刻追随男主一起去地下城冒险 希望能将这个帅气的陌生人变成他的男朋友 当他们到达地下城深处 小桃发现男主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 男主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收集魔法素材上 在一次休息时 他们开始讨论琴力及气数 小桃向他解释了修行器的基本能力 指出仅仅感知体内的气就需要巨大的努力 然而就在他讲解的过程中 男主已经自己摸索出了气的使用方法 更令他兴奋的是 他发现体内的气虽然与魔力不同 但两者实际上可以相互转换 随后在小桃的带领下 他们成功地击败了地下城的头目 解锁了中间的宝箱 尽管小桃认为这种级别的地下城 不太可能有什么珍贵的东西 男主却并不在意 他更感兴趣的是 为什么只有打败妖怪头目宝箱才会打开 随着宝箱的缓缓打开 突然间一股阴冷的杀气扑面来 一具骷髅头的巫妖缓缓升起 他的空洞眼眶中闪烁着幽幽的绿光 似乎隐藏着千年的秘密和力量 这究竟是守护宝藏的守卫 还是另有深意 这个小男娘可真是太牛逼了 明明拥有超高的魔法天赋 对战敌人却用上了刚学会的呼吸法 还把他和魔法进行了融合 这种魔舞双修的天才行为 直接就把巫妖王给干貌了 原来就在不久前 男主二人开出了一个巫妖王 气数少女陶决的二人不是对手 于是就把男主打飞到了外面 而他则打算为男主拖延时间 双方在经过第一轮的试探后 陶就意识到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打算慢慢地向后撤退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只巫妖竟然还会说话 更是说出了他气数的来历 原来这只巫妖在这吃过了很多的冒险者 也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很多知识 在他看来 气数不过只是个低配版的魔法罢了 眼前的这个双马尾少女 连被他吞噬的价值都没有 少女听后非常不满 用尽全力发动了弓 然而少女虽然打破了防御 但他刚刚也消耗太多 现在的身体连呼吸都很困难 更别说和巫妖战斗 而巫妖也不忘反派的身份 出言嘲讽粉红少女 刚刚他用尽全力破除的防御 他只要用一根手指就能破除 杀人先诛心 巫妖此时也没了兴致 打算解决这个粉红少女 然而落下的魔法却渐渐崩坏 露出了底下及时赶到的男主 现在到了男主装逼的时间了 巫妖没有多说废话 直接在口中迎送魔法 因为男主根本就没有吟唱魔法 而陶则看出了男主打算用呼吸法对敌 可气与魔力的混合并不简单 男主还没有掌握其中的关键 想到陶曾经和他说过的话 他觉得现在需要专注 需要呼吸更多的气 而外面的巫妖还在努力破除男主的防御 虽然龟壳很硬 但看到男主逃窜的身影 他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加一把劲 然而就在此刻 男主为了呼吸更多的空气 主动将防护罩打碎 这可让巫妖高兴坏了 觉得是自己的魔法打破了防御 手中的魔法一个接着一个地甩出去 而男主还在准备自己的技能 现在的他 已经能吸到更多新鲜的空气 但这还远远不够 将气和魔力进行融合 男主将手中的攻击甩了出去 瞬间巫妖的攻击就被瓦解 但男主对此却并不满意 因为这样根本碰不到敌人 他还需要更轻薄 丢得更远 这种狂暴的攻击手段 直接打碎了巫妖王的三关 明明对方没有吟唱魔法 可这速度和威力都远超他的想象 随着最终一招的发出 巫妖连同防御被男主一分两半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巫妖王被解决后 男主二人再次开启了宝箱 可明明是这么强大的妖怪 宝箱里的东西 却只是一把破旧的匕首 而这时地下城也开始消失 聪明的男主一眼就看出了地下城的秘密 恐怕这个宝箱才是地下城的核心 平时隐藏在地下 通过吸收掉落的魔法道具成长为地下城 然后就会吸引一些冒险者前来探险 在他们攻略地下城后 就献上自己的宝物 然后再次隐藏到地下 这么有趣的宝箱 男主怎么可能错过 而在解决完一切之后 男主打算快点回到家里 毕竟古丽默正在承受西路法的暴打 等到男主回到家后 只看到古丽默身无可恋地躺在了地板上 谁知道他刚刚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 明明他只是一个魔人 却要像箭矢一样训练 这对他幼小的心灵 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 片刻之后 得到安慰的古丽默恢复了元气 而男主则研究起刚刚得到的匕首 先用热水泡一泡 再刮一刮 就能得到他表层的魔髓液 这种液体可以在武器上输血术士 并加以强化 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拥有了这些样文 男主就可以解析魔髓液 从而自己作为源头的生产厂家 很快魔髓液的制造材料 就被男主得知 其中赤魔粉 可以依靠刚得到的地下城核心 之后男主又从国王那里 得到了很多银币 从西路法那里 得到了大量的勇 不过其中的过程非常艰辛 西路法的唯一要求 就是和男主比试一场 虽然男主的技术还算不错 可依旧不是西路法的对手 现在魔髓液已经制作完成 唯一欠缺的就是大量的武器 毕竟魔髓液要刻画在武器之上 于是男主又找了二皇子 面对二位殿下的请求 新卫兵直接掏出了所有的武器 但他们对男主的实验 并不抱有希望 只因赋予魔法的报废率非常高 即使是一流魔法师 成功率也仅仅有一成 果不其然 男主的第一次试验失败了 那弱小的钢铁 根本就承受不住 男主的多重术实 但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很快所有的武器 全都完成了附魔 虽然128武器只完成了58 但在二皇子的眼中 男主的魔法天赋 简直强得可怕 而接下来就有他们试验武器的机会 这个魔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白毛病交是如此的恐怖 自己不过想将男主大卸八块 白毛就化身成了双刀流箭士 对着他疯狂猛攻 虽然自己可以无限回来 可肢体重生的速度 却跟不上对方攻击的速度 原来就在不久前 男主跟着二哥一起去魔兽森林狩猎 顺便去试验一下武器的性能 行至中途 一群狗头人向着他们发起了猛攻 这群狗头人来势汹汹 而且还有钢铁支的武器 这正好让护卫们试一下钢附魔的武器 而另一边的男主 其实早就感测到了袭击 因为他时刻保持着拳击中的呼吸法 附带的气息感测就像是雷达一样 任何生物的呼吸都在他的感知之中 虽然只是基础气数 但确实是非常方便 而此时的战斗已经打响 当剑人划破狗头人的时候 护卫们都快惊呆了 副过魔的武器果然是不一般 连钢制的武器都能轻松砍弯 马车上的二王子 自豪地搓着男主的头发 觉得这么优秀的弟弟真是太棒了 一边的西路法 也为男主感到自豪 虽然他的武器没有附魔 可斩杀的狗头人却是最多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狗头人向着马车袭来 就在二位王子打算动手时 双马尾少女闪亮登场 一脚就踢飞了狗头 男主下意识地称呼 让陶有些意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呼吸的节奏 简直就和洛贝特一模一样 还不等陶继续观察 另一边的西路法 却粗意大发 警告双马尾不要接近男主 双马尾对这种态度非常不爽 差点和西路法物思起来 好在有二王子的插科打棍 二人这才没有动手 而这时陶才知道 对方是王子的身份 虽然对方很帅 但他更在乎的是男主的身影 寻着男主的气味来到了丈母 可刚开门就看到了西路法 骑在男主的身上 好事遭到了打扰 二人再次争吵起来 而男主则偷偷溜到了一边 好心的二哥哥 劝男主多注意一下女性关系 毕竟生起气来的女人异常地恐怖 而西路法这时也明白了陶的目的 他来这里是接受了修复祠堂的委托 话音刚落 一只魔兽就从草里钻出 夸张的体型和速度 都在表明他的棘手程度 眼看士兵们不是对手 二王子打算亲自出手 正好试验一下新武器的威力 伴随着魔狼的倒下 士兵们纷纷拍起二王子的马屁 可二王子却知道 这完全是新武器带来的加成 而就在众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时 古力墨终于想起了祠堂里的魔人 话音刚落 倒地的魔狼再次站起 而且身后还多了几只恐怖的凶兽 更让人恶心的是 魔狼的口中还有一只魔人 大战一触即发 虽然附魔的武器能够做到轻松斩杀 可对方的再生能力却更加强大 这和他们所知的魔兽根本不足 恐怕还混入了那个魔人的能量 而此时的男主却丝毫不慌 相比之下 他更想知道魔人的信息 古力墨虽然不认识对方 但他知道对方是利用魔力的性质变化来操控魔兽 被操纵的魔兽认为魔人是他们的父母 所以才会对其言听计从 不仅如此 魔兽还能借此获得魔力攻击 以及超强的再生能力 男主听到后双眼放光 他现在就想学魔力的性质变化 而另一边的魔人正在疯狂嘲讽 虽然有几个看起来还算不错 但其他的都是些靠着装备的垃圾 而男主那个小小的弱鸡 肯定被他吓得大小便失禁 红固的杀气席卷而来 西路法决定撕烂魔人的臭嘴 魔人听后丝毫不慌 只要他源源不断地为魔兽灌注魔力 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再生 而作为魔人的他 根本不用担心魔力的消耗 西路法文言捂住了鼻子 觉得这个家伙简直是臭不可闻 魔人见状立马顺移到西路法的面前 然而片刻之后 原地只留下魔狼的四个脚掌 狂暴的血液瞬间奔涌而出 真不知道脚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鲜血 虽然魔狼可以四肢重生 可其余魔兽的再生速度却缓慢起来 所以只要魔人受伤 其余的魔兽根本不足为惧 与此同时 男主正在学习魔力的性质变化 只用了短短两分半 他就已经做到了改变形状和颜色 甚至还附加了花的香味 而另一边的西路法觉得一把剑不过瘾 打算借用一下士兵的附魔武器 这样他才能使用更强的双刀流 西路法的强大让魔人无可奈何 他很好奇这么强的剑是为什么要做女朋友 所以他打算将男主大卸八块 看看里面是不是隐藏什么机密 而这句话却让西路法的怒气值再次上升 假装被魔人一口吞下 随后就一箭划开了魔人的身体 魔人做梦都没想到 他只不过是多看了眼前的小男娘一眼 下一秒竟然就被吓得浑身颤抖冷汗直流 他从未想过自己这个活了千年的巅峰强者 竟有一天会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嗅到死亡的气息 看着眼前这个披着人类外皮的怪物 魔人从未像现在这般后悔过 要知道前不久他可是在这场战斗中占尽了优势 尽管西路法这个白毛剑上的爆发让他吃了一些苦头 但等他释放出了自己引以为傲的仗气 局势便瞬间逆转过来 浑身无力的西路法不仅被他一拳打飞 甚至就连唯一拥有行动能力的小桃也不是他的义和之体 对此他也不得不佩服两个女孩的顽强 毕竟在他的胀气中就连魔兽都撑不过三十秒 经过仔细观察 魔人这才发现小桃是用呼吸法减少了对胀气的西路 小桃这个大招虽然释放的很爽 但这种剧烈的运动也不免让他的呼吸出现了紊乱 见状魔人直接命令魔兽将小桃控制了起来 就在这生死危机之际 小桃突然在空气中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那是来自一个能随时带给他勇气的人 面对小桃的胡言乱语 魔人直接命令魔兽将他吞下 并顺势送上了一口浓潭 魔人显然不相信在这片战场上还有什么人类能对他产生威胁 而此时的男主终于是悟透了有关魔力性质的电话 眼看同伴们一个个全都倒在地上 他还不慌不忙地撸了撸魔人的熊狼 见此情形魔人当场就懵逼了 他显然不太明白这个突然出现的小男娘 为什么可以在他的瘴气中自由行动 除此之外魔人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那就是男主身边的这个吉祥物竟然也是个魔人 看到古丽默滑稽的模样 魔人直接就是一个狠狠的嘲笑 对此古丽默虽然气到不行 但转念一想他就无所谓了起来 毕竟他可没时间跟一个尸体斗气 眼看魔人此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男主便用心学会的魔力变化 直接从魔人的手中夺走了熊狼的控制权 并成功从他们的嘴中将小桃给救了出来 既然眼下已经没有了后患之忧 男主便饶有兴致地命令熊狼们攻击魔人 却不想他的这个举动反倒是彻底激怒了魔人 于是在将自己曾经的手下给悉数收拾干净后 魔人表示魔法是伤害不了他的 因此不管男主是个多强的魔法师 在他这个魔人面前也只是一个玩物而已 然而此时魔人不知道的事 他嘴上的意识之快到底给自己惹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随着男主飞快地念出咒语 魔人突然发现自己的脚下出现了一个结界 起初他还不理解男主为什么没有对他使用攻击魔法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 那就是男主的真正目的是将他关到笼子里 想到这里魔人便开始拼了命逃跑 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慢上一个 他就会彻底沦为一个任男主宰割的实验品 而男主眼见魔人如此顽强 便直接将鼓励魔纳入手中 他要开始提速了 眼看魔人挣扎得这么激烈 男主显得有些不解 毕竟魔人不是早就用这些魔兽做过实验吗 既然如此魔人就应该想到自己也会有这一天 或许是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关键时刻魔人还搞起了谈判这一套 他表示等自己支配了世界 他会赋予男主任何东西 无论是金钱地位还是女人 只要男主想要他都可以为男主找来 然而面对这等诱惑 男主甚至连说话的欲望都没有 随着男主将节节散开 周围昏迷的同伴们也逐渐清醒了过来 见状男主连忙伪装成了一个人畜无害的模样凑了手去 至于此时已经逐渐化为飞灰的魔人 也成为了古力墨的养量 总算是让他恢复了些许魔力 随着这场闹剧莫名其妙的结束 男主口中那仗义出手的洛贝特 便成为了此次事件的头号功臣 不过既然眼下人已经不见了 二王子便认为男主应该得到国王的嘉奖 毕竟要不是他的富裕魔法 守卫们绝不可能完好无损地回来 所以他希望国王能让男主也拥有王位继承权 尽管这会增加他的竞争对手 但只要能让国家变得更好 即便国王不是他也无所谓 对于二王子的大公无私 国王显得非常欣慰 男主只是随手在剑上写下覆魔 结果他的哥哥拿过去一看 发现技术竞远超现在的顶级覆魔师 而且只要随便回忆下 即便是不会魔法的人 也能释放出高阶的炎烈火球 但让哥哥更想不到的是 男主居然可以量产这种覆魔剑 也就是说如果应用在军队的话 那么他们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 可能会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 不久前男主在击败了魔人后 获得了一只熊狼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如果只是对熊狼下达一些 类似于坐下的简单指令 他马上就能学会 可一旦要他转三圈并叫一声 就得正确下达速度地点和叫法等细节的指令 这下男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虽然他尝试过在魔力中 写入术士传达给熊狼 但熊狼这种生物并不能理解术士的含义 所以在白毛的建议下 男主决定去找研究魔兽的专家 也就是他的姐姐这个国家的六公主 接着六公主看到男主的熊狼 也猜到他过来是为了什么事 但白毛此时却对六公主有些不太信任 因为他看起来 联合魔兽沟通的魔力是什么都不知道 更别说知道与魔兽心灵相通的方法了 不过男主秉承着来都来了的原则 还是让六公主先把他饲养的魔兽叫过来看看 然而对方却说早就已经叫过来了 也就是这时男主才注意到 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只魔狼 而且还在不知不觉中叼走了白毛的发布 当然相比于这个 男主更在意六公主到底是什么时候下达的指令 因为魔狼刚才完成的那些动作 需要下达先走过来叼走白毛的发布 并在原地待命等多个指令 所以这就意味着 六公主在没有动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些 想到这男主连忙让六公主教他 听到这所有人都懵了 因为六公主说的实在是过于抽象 对此一旁的女仆只好解释说 六公主大概是拥有幼儿体质 所以才从小被魔兽喜欢 不过六公主听到却嘟气嘴生气地说 这明明是大家都能做到的 只要找到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就好了 这时男主也瞬间明白了六公主的意思 他说的那种感觉不是下达命令 而是意识和魔兽同意 刚才男主看见魔兽行动的瞬间 六公主的头部在向他们发送魔力 只不过由于六公主从小就是太喜欢魔兽了 所以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原理 这才一直觉得是自己的爱党化了魔兽 当然只是下达指令的话肯定不行 还需要与魔兽建立良好的关系产生共鸣 于是男主就这样学会了操纵魔兽 见状一旁的白毛也非常高兴 便想拉着男主再去练练剑术 不过还好这时哥哥找了过来 说四王子狄安有事要他帮忙 接着男主被带到了锻造房 原来狄安听说了男主上次附魔的事 但他显然不信 于是就想看看男主是不是在吹牛 见状一旁的哥哥也靠过来解释 说狄安是个锻造师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弟弟变成一个吹牛大王 所以作为哥哥才想要教训一下男主 然而很快狄安就被震惊到了 男主的附魔不仅无视宫许 而且保证了速度的同时却又极为惊慕 见识到了男主的实力后 狄安表示想要跟男主合作 制作出他梦想中最强的魔剑 与传统的直接在剑上附魔不同 他的理念是锻造期间就在钢材上附魔 这样一来就能拥有更高的上限 而且即便是没有魔力的人使用 也能释放出想要的魔法 听到这男主也来了兴趣 虽然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但能知道一个新的锻造方法却很有意思 很快两人换好衣服开始了工作 狄安表示他想让魔剑能使用火魔法 于是男主便说那就附魔一个炎裂火球 狄安觉得有些不太可能 毕竟魔剑最大能承受的魔法术士也就15节 光是炎裂火球的术士就有14节了 但男主却说不用担心 他可以将其压缩到两节 不过当男主写出半节术士想要附魔时出现了意外 刚才竟直接承受不住附魔的强度裂开了吗 见状男主又将术士重新编排了一下 然而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可他明明都已经将魔法换成普通火球术 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还会浪费更多魔髓液 于是男主就准备先想清楚原因再继续 可狄安却让男主不用担心 表示这些魔髓液超级便宜的 而这时在一旁观看的魔虫也发现了不对劲 凑过来告诉男主这个魔髓液有问题 听到这男主连忙对魔髓液使用了多次提唇 结果发现里面的赤魔粉净少得可怜 要是换做一般武器的附魔肯定是够用 可他们现在要制作的是最强魔剑 由于赤魔粉是用魔物核心研磨成的非常罕见 狄安也弄不到 于是男主没办法 只能想着再偷偷去一次地下城狩猎魔物 却不料也就是这事 旁边白毛说那不如就去地下城狩猎吧 原本男主还想装一下 但白毛说他已经和国王请示过了 所以男主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地下城 很快两人来到冒险者工会 在注册身份前需要先在一个水晶球上 测定能力值来决定冒险者的等级 可男主担心以自己的魔力量如果把手放上去 水晶球可能会当场爆炸 那样就有些太过显眼了 于是男主只能极力地压缩自己的魔力 直到变成原本的十分之一后才进行测试 虽然水晶时尚显示男主综合下来只有一级 但魔力却有着A级 后面的冒险者见状纷纷嘲笑 毕竟就算是狗狗来测一下都有D级 可前台的工作人员却十分有经验 说就凭男主这个魔力是A级的情况 就可以与传说中的银色剑机媲美了 而旁边的冒险者听到这有些不相信 要知道银色剑机可是当初以一级之力 攻略了无数地下城 然后在升到A级后便不再当冒险者了 就凭男主这个综合一级怎么能比的 处理完这些人后白毛想要快点接地下城的委托 但工作人员却表示 这种级别的委托需要有一名B级冒险者才行 而即便是白毛现在重新注册 也只能降到C级开始 就在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粉毛自从被男主骗去寻找真爱后 便一直混迹于各个地下城 所以等级很快就升到了B级 刚好可以带着男主两人接下地下城的委托 当然作为交换代价 就是要介绍男主哥哥给他认识 这时男主看着任务强 问起白毛为什么不当冒险者了 对此白毛回答说 原本他就只是为了修行才成为冒险者了 而后来又遇到了一个叫暗杀者工会的组织 每次都让他陷入苦战中无法解决 于是这才选择隐退当起了男主的老师 接着男主几人很快来到地下城 通过宝箱的核心获得了一大批吃魔粉 成功帮迪安制作出了一把完美的魔剑 后来男主又批量制作了一些普通火球术版的附魔剑 专门供给军队使用 等男主做完这些回到房间 正准备好好睡一觉的时候 发现了一道很隐秘的气息 这小男娘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这位风韵犹存的大姐姐 竟然在与自己的战斗中自残 结果下一秒 男主就受到同等的伤害 原来大姐姐是伤兽族者 能与映照在他眼眸中的人共享伤害 也就是说 当男主伤害到大姐姐时 他也一样会受伤 大姐姐本以为这样男主就不敢攻击他 殊不知男主是位受虐狂 然而令男主更加心酸的是 像大姐姐这样的受阻者还有五个 例如这位面具男就是低配版的狗卷 他是能为言语附加魔力的咒诅的受阻者 为了避免误伤他人 平时讲话时都要自我限制 这些人就是暗杀工会的成员 而男主之所以能找到他们的基地 那是他们之中的小萝莉潜入皇宫 虽然小萝莉的消除气息的技术很高超 但在男主强大的剑纹色下显得毫无意义 被发现的小萝莉想逃跑 却不料男子提前设下了结界 既然如此小萝莉只好出招 随即散发带毒的香气 男主只是吸入了一点便全身无力 就算使用净化魔法也没什么鸟用 原来小萝莉是毒的受阻者 在这个世上有极少数人 天生就拥有特异的魔法性质 尤其是那些拥有危害周围能力的人 人们都会带着侵略之意称他们为受阻者 小萝莉天生就具有散布毒素的体制 这种毒素不仅对人有效 就连男主的结界也不在话下 在临走前 小萝莉告诉男主 你只是稍微接触到一点毒素 所以不至于会丧命 但也许会痛苦个两三天吧 等小萝莉离开后 男主就不装了 这种毒素他只需通过恢复呼吸的魔法就能消除 之所以放走小萝莉 那是因为男主打算跟踪他 毕竟暗杀工会的成员都会使用特殊的能力 对魔法痴迷的男主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们 画面一转 大块头在责怪小萝莉 行动曝光后竟然没灭口就跑回来了 那是因为对方只是小孩子 所以无法下手 小萝莉紧接着表示这次行动并非一无所获 那些家伙正在量产魔剑 这是战争的前兆 然而就在这时 大姐姐发现有人在偷看 既然被发现了 男主只好现身 在场的人都惊讶不已 没想到小萝莉口中的小孩子竟然是七王子 同时也是魔剑的制造者 既然暗杀者工会的基地被发现 那么就不能这么轻易放他回去 一场大战叙事待发 然而令鼓励莫吃惊的是 男主这家伙把姐姐解除了 只因他想亲身感受特殊能力者的攻击 不愧是受虐狂 随即男主用投影魔法来模仿小桃招数 首当其冲的是绿毛 两人用武术进行一波友好的交流 有了小桃的投影 男主轻而易举地接住对方的招数 但发现绿毛的身体动作还真柔软 原来这家伙是软体的受阻者 他的身体天生就很柔软 甚至能扭曲全身上下 像老鼠般进出于狭小的空隙间 眼看好时机 红毛闪现到他身后 紧接着大块头向他挥拳 而男主使用肉体强化 顺利躲开了大块头的攻击 竟然靠力量硬是断绝了诅咒 但还没完 大块头是丝的受阻者 能将缠绕于身体的魔力变化为粘液 本以为这样就能抓住男主 没想到他来了一招金蝉脱桥 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大姐姐在半空中偷袭他 但男主的反应的确快 一翻交手下来 大姐姐并没有占据伤风 于是他开始自残 原来他是伤的受阻者 能与映照在眼眸中的人共享伤害 见识到这么多的特殊能力 男主却没有一点的慌张 反而兴奋不已 因为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魔法都是徒劳 只是轻轻一摸 刚才被贯穿的大腿就恢复了 这至于速度简直离谱 更离谱的是 男主想测试下伤害反弹的滋味 顺便看看受阻者们会如何防守 顿时大家从男主身上看到西路法的影子 不禁让人不寒而栗 好家伙刚才是武术 这次换剑术 曾听说过第七王子是个魔法神童 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绿毛想明白 男主就朝他发起攻击 想看看他如何用柔软的肉体来化解攻击 一招下去男主就知道了 在直接击中的瞬间 让肉体松弛借此减轻遭受到的冲击力 也在这时 大块头和红毛联手对付他 可男主不会再中招 接下来就轮到红毛 男主准备对他使用西路法的双刀流招数 眼看不亮 红毛立即说出快助手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男主狠狠地打费 刚才的话的确稍微能让男主的身体变迟钝 要是能完整地讲出快助手 或许真的能让男主停住 可现在为时已晚 男主给他当头一棒 紧接着轮到大姐姐 他特意提醒男主 当你伤害到我时 即使不是自残 你也一样会受伤的 所以劝你最好还是别攻击我 然而大姐姐不说还好 必说男主更加兴奋了 就在男主兴奋不已时 大块头趁机抓住他 殊不知男主没他二度 原来大块头是靠年夜将威力抵消掉了 果然大家都好有意思 看到如此离谱的男主 一旁的小萝莉快被吓傻了 因为接下来轮到他 然而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大块头挺身而出 告诉男主小萝莉他无法控制毒素 他一旦开始散布毒素 就会波及到所有人 所以他才都不参与战斗的 听大块头这样一说 男主发现他们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 其实几人也想像正常人一样 那样就不必沦落到恶名昭彰的地步 随即大块头静止冲向男主 而男主在避开的同时 给他来一发电击治疗 下一秒大块头的惨叫声笼罩整个基地 看到眼前的一幕 小萝莉不顾一切冲了上去 一时之间还以为男主才是大反派 直到大块头让小萝莉住手 原来他发现自己的魔力竟然没有失控 那是因为刚才的那一下 男主已经将术士直接刻在他身上 这样一来 大块头就能自由操控力量了 居然还可以这样 顿时大块头泪流满面 绿毛的身体再也不会随意乱弯了 大姐姐就算看着别人自残 也不会伤到对方了 男主这波操作下来 彻彻底底成为他们的救世主 其实他们暗杀工会一共有六人 其中杰德是领袖 他拥有空间转移能力的神隐的受阻者 所谓神隐的受阻者 无关于个人的意志 会主动将本人转移到各式各样的地方 可以说是最糟糕的受阻者 在杰德的带领下 大家将承接冒险者工会 没空处理的非法案件 让所有人知道 受阻者的存在有益于维持这个世界的平稳 总有一天 我们会离开这个地角 在光天化日下 堂堂正正地活下去 但好景不长 杰德又突然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就是他们暗杀者工会的起源 之后他们几个就一直在承接 冒险者工会难以迎接到案件 虽然依旧渺茫 但他们渐渐能窥见未来的希望 然而就在这时 他们收到罗德斯特领主为战争进行准备的情报 正当大块头要继续说下去时 一封印有暗杀者工会印记的信传送过来 过了一段时间后 西路法骑着小白勇闯进来 可大家都离开了 不过西路法嗅到男主的味道 然后他看到了男主留下的便签 里面写着 我要和暗杀者工会的大家 一起去罗德斯特领主宅邸 看到内容后 二哥还以为男主被绑架了 毕竟现在与罗德斯特将要爆发战争 这个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本以为拥有空间转移能力的肉体 就能为所欲为 便对男主的后宫动手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 在男主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技能都显得毫无意义 原来就在刚刚 男主就察觉他们的首领 杰德就不对劲 之前说过杰德无法自由控制瞬间移动 但这封信却能精准传送到这里来 而且空间移动是至今 仍没有人能解误的能力 也就是说 杰德有可能一直在欺骗他们 如果照信上写的 去罗德斯特的宅邸找他 恐怕有诈 然而小罗莉莲依旧选择相信 表示杰德他一定是后来变得能操控能力的 虽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但男主对空间转移实在太感兴趣了 于是为了节省时间 男主带着他们飞过去 结果不到十分钟 大家就受不了男主的速度 差点要了他们的老命 还好离目的地只剩一小段落 于是决定用走的过去 在此之前 连独自去森林里为大家弄点湿的来 从绿毛的口中得知 连因为身上的毒害死了自己的父母 所以他就一直独自生活在森林里 当时向他伸出援手的人就是杰德 尽管知道连是毒的受阻者 杰德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为了让他能正常的语言相处 杰德不眠不休的研究 只为在布料中编入能抑制毒素魔力的术师 也正如此 杰德对连来说就像是他的亲哥 文言后男主更想跟杰德见面了 不到一会 连就做好了黑暗料理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毒药 然而男主却吃得津津有味 因为上辈子很穷 所以做来吃的都是更恐怖的东西 看到男主若无其事地将自己做的料理施下 连对他的好感度再次提升 一起其乐融融地吃晚餐 几人不禁想起杰德 其实他是罗德斯特领主家的三男 并非是个居无定所的流浪者 由于家人是群像是血的野兽般的人 他们成天渴望战争 因此杰德想阻止战争发生 为了这个目的劝诱大家加入团队 并试图利用大家 对此他感到十分的抱歉 然而大家知道后并没有怪他 反而愿意为他上刀山下火海 毕竟是杰德给大家带来的希望 是较亮阴影的太阳 闻听此言的杰德感动不已 不过暗杀家人这件事 他要自己来做个了断 不想连累他们 毕竟好不容易让世人对受阻者有些改观 随即杰德要几人答应他一件事 就算我没有从罗德斯特回来 也要让工会继续下去 不要放弃活在太阳底下的梦想 要是我回来了 我一定会成为领主 然后和大家一起在那里生活 听完杰德的故事 鼓励莫哭的稀里哗啦 曾经不可一世的谋人去哪里了 随后几人继续上路 而连提出让男主稍微休息一下 就我们几个先去侦查领主宅邸 虽然我不想怀疑杰德 但他有可能是被人威胁下写出那份信的 至于男主就让其睡在这里 反正他随时都开着硬的步行的结界 怕他们有什么意外 鼓励莫也跟着去 然而就在他们期待见到杰德时 一个乳蛋头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 并认出几人就是暗杀者公会的 随即为他们举行欢迎仪式 紧接着新心念的杰德终于登场 看到他别来无恙荣光焕发 大家顿时泪流满面 只不过对他这副打扮有点不习惯 于是杰德一个响指就换了回来 没想到他真的能操控能力了 杰德更是声称自己随便做了点练习 就变得操控自如 这样的话 我们的担心到底算什么呀 这一刻似乎所有的梦想都出手可及 然而万万没想到是噩梦的开端 就在连准备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时 眼前的杰德直接摊牌 暗杀者工会的人一头雾水 原来杰德真正目的是捕获受阻者 更杀人诛心的是 杰德不记得连的名字 直接用毒的家伙来形容他 就在这时 看不下去的古力墨发起攻击 不过多亏了这一脚 古力墨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到男主身边 并把杰德的目的告诉男主 与此同时 杰德卸下伪装 他的名字是鸡札露母 来自魔界的灾厄 真正的杰德已经死了 城堡里的人都是他从魔界带来的魔人 只为了夺走拥有空间转移能力的肉体 虽然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才消除杰德的精神 但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毕竟空间转移真是个好能力 而且那段不断摧残杰德心灵的日子 非常过瘾 杰德是位非常重视同伴的人 他绝不允许有人对自己同伴出手 直到意识消失前 他都在不断抵抗 因为受阻止的肉体 是非常适合魔人的罕见容器 得知这点的杰德 怕这样下去 连同伴的身体都会被抢走 于是他选择自尽 只要肉体一死 就能让进到体内的魔人死去 可绝望的是 杰德连自尽也做不到 魔人在他死前把伤口完全再生 而且他想不到的是 反复体验那种地狱般的折磨 只会加速毁灭自己的精神 于是不断求死的杰德精神 最后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知道真相的连伤心欲绝 奈何他现在连保护杰德 送的发家力量都没 为了继续折磨连的精神 魔人把他曾经用自己的毒 杀死父母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一刻暗杀者公会的成员愤怒不已 竟然用杰德的声音 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知道连对那件事感到多懊悔吗 既然恨不得将魔人碎尸万段 但为什么就是动不了 接下来魔人准备夺取连的身体 也在这时 他看到连的手臂刻有术式的印记 在杰德的记忆中可没这种东西 于是魔人用骤炎来逼问连 殊不知连宁死不屈 他绝对不会像杀死杰德的人低头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男主终于登场 随即他向暗杀者公会的人 都施加一层结界 接下来就是男主大展身手的时刻